我们继续来讲变得把历险 但是呢 依然呢 这个被 发表的 这些分析呢 还必须为进一步的发展 留出空间 就是应该是 指的这个 萨特的 萨特发表的这些分析 应该是萨特早年发表的那些分析 他要为他进一步的一些 讨论的一些发展留出空间 那么恰恰是在 这么一个点 朝向这么一个 关键点上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就是 以此为目的就是要研究这个 萨特的分析 到底后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萨特分析 早期分析不就是提出了 一个超布尔什维克 主义嘛 超布尔什维主义啊 然后 我们的研究就 梅洛庞蒂说 梅洛庞蒂说 那么研究呢 就是说要看看萨特的那套玩意 还有没有的救 就这么意思 对我们来 在我们眼里看 我们认为 It seems to us 就是在我们看来 如果我们接受萨特的分析 那么 这个讨论呢 争论呢 就闭合了 就关闭了 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啊 因为是对于这个 共产主义已经是进行一个 绝望的一个辩护了 不叫绝望 就拼了命的一个辩护啊 Desperate justification 对共产主义进行一种拼命的辩护 然后呢 他并不承认啊 任何的这个 对他进行的一个制约 这个 Novance啊 或者说 这个应该翻译成 细微差别啊 restriction 对他进行任何的微调 不承认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啊 也不承认有任何的稍微的一个差别啊 也不承认这个任何的动机啊 就只是对他进行一个非常 绝望的一种辩护啊 萨特式的那种辩护 这种辩护就是说 虽然他 这个辩护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思 就是说 虽然布尔什维的那套理论全错了 但是他们做的是对的 他们都是傻皮 但是他们做的是对的 但是他们是圣徒 差不多这个意思 甚至说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意思 恰恰因为布尔什维克都是傻皮 萨特的辩护就是 恰恰因为布尔什维克 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 所以他们是圣徒 所以他们做的是对的 我们要辩护 所以他是一种绝望的辩护 拼了命的辩护啊 这种这样 在这样辩护下的共产主义 或者布尔什维主义呢 他一定是不真诚的嘛 或者说一定他的真诚 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真诚 非常矛盾变态的那种真诚 然后所以他不承认任何的这个 限制 也不承认细微的一点点差别 也不承认他有什么动机 那么正确的说呢 因为他属于这个 他只属于这个 道德的一个位面 这样一种辩护 只属于一个道德的位面 不是说要限制他 也不是要变出一点点差别 也不是说提出什么动机 有什么额外的动机 他属于一个道德的位面 他说 意思就是说 共产主义并不能被判断 It's not to be judged 你怎么能够去判断共产主义呢 就你不能去那个裁判他 You can't judge 就是don't judge me don't judge me 然后to be put in place 不能 他不是说要用来judge的 你不能对他下判断 你也不能把它放到某一个地方上 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or to be reconciled with anything other than itself 你也不能让他和任何东西相妥协相调和 因为就是说萨特的辩护就是 共产主义就是就是人类的超越性的解放性的唯一的尝试了 唯一的可能了 他就是屌就是厉害就是对 我们就应该给他做做辩护 我们不能批判他不能评判他 就就算这里面人想的东西全错了 在我萨特看来这里面这些人想的东西全错了 斯大林主义者脑子全坏了 全是傻逼 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全错了 整个理论范子都错了 但你怎么你们怎么可以评判他 他就是人类唯一的救世解放的可能性了 这很残忍啊 这非常残忍啊 这这就是一种法国式的傲慢啊 萨特所代表的法国式傲慢 那么共产主义的行动呢 是不能够被任何除他自己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的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啊 一种 It is the only consequential 这个attempt 唯一的一个就是连贯的尝试想去创造 无中生有的去创造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呢 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变成了人 啊 以及由于他是反自然的啊 正如萨特所说的 啊所以这样一种啊 英雄性的事业啊 他不会容忍任何的条件或者任何的一个制约 他要创造一个社会 共产主义 反正就是在萨特那边看来 这共产主义是一种啊 大无畏的 英勇决绝的 然后他是anti-phesis 反自然的 他甚至是一种 就在萨特看来就是一种决绝的精神 哪怕整个自然界的自然规律都要跟我做对 整个宇宙规律都要跟我做对 我也要反抗 我也要无中生有创造 就是这种精神在萨特看来是一种就是虚无当中的那种生命力呢 就宇宙诞生的那种力量 然后整个历史诞生的那种力量 那种神圣力量 原初暴力神圣力量 out of nothing 无中生有创造出来 然后要让什么都不是的无产阶级变成人类 被压迫的 被压迫 连畜程都不如的无产阶级 要让他变成人类 变成平等的人 创造一个所有社会承认平等的一个社会 所以萨特认为这是一种 因为这样一种 它是一种反自然的一种哲学 或者一种行动 一种连续的努力 consequential 可以翻译成重要的 作为结果的 这里应该是翻译成那个 唯一的一个 重要的 翻译成重要的 重要的 随之而来的 the only consequential attempt 对 这翻译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 我甚至怀疑他法 法文可能是consequential 词跟的一个词 然后用英语对异 consequential意思就不太对了 我觉得这里应该 反正就是他接下来作为他结果的 那个尝试 那个尝试 就是要创造一个 反正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一个世界了 创造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 然后萨特认为这是一种 英雄性的视野啊 所以他不会容忍任何的前提和制约 他不会容忍任何的前提条件和制约的 就在萨特眼里共产主运动就是说 当他作为一种绝对的 无中生有的那种 爆发性的创生性的力量 出现在世间的时候 他不会承认任何的限制和制约的 他这种至高的神圣的疯狂 至高神圣的疯狂 就是要无条件的创造一个绝对平等的人间天国 没有任何的东西做他信仰的支撑的 所以他不是宗教 没有任何的神灵崇拜 没有任何的超越性力量的一个指望仰仗 他不是宗教 你不要说他是什么天启第四教 不是的 他不承认有任何的超越性的力量 不承认有上帝 不承认有这个世界的主宰者 甚至不承认有他的主宰性的规则 不承认有至高真理 不承认有这些东西 他就是一个绝对意志 而且这个绝对意志 不是说有另外的一个超越性的宇宙实体 或者说神秘的一个 强大灵魂的一个 就是他自己 就是说这个共产主义者本人 或者说他的这个团体本身 爆发出来的这个绝对意志 你说这是宗教吗 你们认为这是宗教吗 当然不是宗教 宗教它是要有一个超厌的一个实体的 是他要额外的另外一个他者来做保证的 这个东西在哲学上叫做主体主义狂热 这不是宗教 你们非常无知 或者这为意志主义狂热 意志主义狂热 主体主义狂热 这不是宗教 这是你可以称之为狂热 没问题 但是这不是宗教 明白吗 很多人说是这共产主义 他内在有一个亚伯拉罕第四教的色彩在那边 不是的 他不是亚伯拉罕第四教 他不是宗教 宗教要形成共同体 共同体有一个东西做保 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做保 懂了吧 那个超越性的东西被这共同体崇拜 或者怎么样的 形成关联 亚伯拉罕前三教 都是这样的 明白吧 还有约啊 有约柜 对 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闪电刻下 反正拿拿拿拿拿下的那个石板上 还铜板上那那个金啊 啊 但是 这个萨特所说的这个 呃 布尔什维克主义内在的这种 唯意识主义 它是用主体主义狂热 这是现代特有的 这种精神 现代精神 现代特有的 他没有任何保证呢 很狂野的 比宗教还要狂野 宗教热忱 宗教信仰在这种 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信仰面前 他不算什么的 他不是宗教 狂热的 真正疯狂的 狂热的 辩证唯物主义者 眼里的宗教徒 都是懦夫 宗教徒不够不够狂野 他不是没有弥赛亚主义 没有弥赛亚主义 不承认弥赛亚的 就是说 你们还是愚蠢无知啊 没有弥赛亚主义 不承认弥赛亚的 他不需要主体做 他不需要有 就 他不需要兑现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弥赛亚没有弥赛亚主义 你自己都不需要成为弥赛亚的 这个宇宙都不需要有弥赛亚 失败就失败了 不在乎的 这里面你有包含一个狂热的情节 就是说我不在乎 这个宇宙到底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要那样 你们没有体验过这种主体主义狂热的人 就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况 这是一种疯狂 这种至高的神圣的疯狂 这个东西只能通过哲学可以抵达 这种现代哲学生存论的 这可以说是一种生存论的一种状态 这里你无知你不要说话 不要打字 再给你描述这个状况 现代人口 愿意给你描述这种疯狂状态 你告诉我 一千万个人口里面有几个 有人跟你说这个东西 你还给我废话 这种状态就被萨特形成为是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 是一种唯意识主义 它归根结底是一种现代哲学所培养出来的主体主义狂热 这是一种主体主义狂热 主观主义狂热 这个主观主义狂热是无根的 不设立任何的超越性的他者来做保证的 不需要的 它就是一种强大的意志 绝对意志 是主体主义的 就是我要 明白吗 他就是一种非常狂热的I want 我要这个世界 是众生平等的 是所有的 所有的有意识的 有内在体验的 有智慧的存在者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的原因的 非常狂野的 非常狂野 就是你把宗教 狂热的宗教信仰当中 还需要一个超越者做保证 那个 还需要做保证的一个去掉 只剩下最纯粹的道德伦理热忱 并且这个道德伦理热忱 变成一种无可抑制的政治热忱 拼命的要去做 不需要有任何的根据的 不需要有任何的根基的 有没有吧 啊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你玩魔兽世界 魔兽魔兽真吧 里面那个不死族里面有一个那个石像石雕像 石像石雕像 它会不停的加血加蓝嘛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就好像把它变成毁灭一样 石石那个那叫石圣石雕像啊 它就相当于宗教信仰 那那个两一个把另外一个雕像的蓝抽干 它自己变成个毁灭飞起来了 飞起来那个毁灭就相当于是那个 就共产主义狂性者 这里面可以理解成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性者 但是它的蓝会不停的掉 它的磨量会不停的掉 它是无根的 它要恢复这个蓝量 它在抽抽另外一个东西的蓝 抽满那个蓝 你们玩那个游戏的时候 只能一个抽另外一个 一个抽另外一个 一个抽另外一个 抽起来飞到天上去 飞到天上去他处在那种非常强大的战斗状态 然后他平A出去有法球 攻击很高 你玩过那个游戏吧 就差不多那个状态 你这样去理解 就是这样他 只能是这样的 然后他他就是说 无中生有的要求他所处的时代 一定要变成他所要追求那个理想状况 绝对的理想状况 然后他也不相信有任何的力量 没有什么神前皇帝 没有什么天王老子 什么各种超越性的力量 没有也没有什么什么真理啊 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啊 宇宙的至高真相啊 这东西做保证 没有的 它里面就是一个精神就是说 哪怕没有老子就那样 我就要他变成那样 哪怕这个过程牺牲我自己 我也宁要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面 我就要拼了命的 尽一切可能 尽一切手段 尽一切努力把世界变成那个样子 这个你可以把理解成是 是那个理想世界要自己出来 你知道吧 要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体不是他自己 主体不是说是一个 旧世界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部分了 主体不再是主体了 主体就是一个新世界要出来 在这个里面 这个这个意思要讲 你就理解成就是说 每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他就是新的世界要苏醒的那个意志 新的崭新的平等的完美的世界 要苏醒的那个强大的意志 自我清醒的意志 是吧 就是他相当于是新的宇宙 新的世界的人格化 一个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战士的内在灵魂 就是新的宇宙 新的新的平等的这个呃 美好的世界的人格化 他就是就我就是时代精神 我但是是我是未来的时代精神 或者我是一直被压压压 一直被辜负的那个那个宇宙灵魂 啊那个时代精神 他不承认就他不需要有任何的 以以存在的什么时代精神 或者是什么宇宙灵魂啊 或者什么给他做保证 他不需要有任何做保证 因为我自己就是 明白 啊 I AM 这是很狂热的你知道吗 也不是小宇宙 他不是小宇宙 没有什么小宇宙 他就是整个宇宙的自我更新啊 他不是小宇宙 这样的无神论战士 就是他的灵魂 他的那个觉醒状态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小宇宙 他认为就是新的整个这个世界 应当存在那个那个样态 那乌托邦应当存在那样态的一次觉醒 他自己的这个主体化的过程 他自己的主体性只是其一个环节 是他的一个环节 没有什么大小宇宙关系的 这里面没有大小宇宙关系的 甚至说这里面是认为 就是说 那么一个他所追求的崭新的宇宙秩序 崭新的社会秩序 没有办法在现实出现也不在乎 这里面有一种有一种神圣的弃绝的 失败也不在乎 你懂吧 就相当于他这个我这个windows XP 要在你这个windows98上面安装 安装失败老子也不在乎 我就是安装 所以你入脑的你不要说话 不要用你幼稚的无知的幼小的什么 他们渗动兴使小宇宙大宇宙这种东西来 来来来比喻这个东西 这是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 萨特把它进一步激进化 变成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核就是一种 可以说近乎恐怖的 唯一致主义 近乎恐怖的唯一致主义 你们现在大致明白他的恐怖性了吗 恐怖性在于无根性 他不需要在旧有的世界图景 世界秩序当中 去设想一个超越世界的 或者说世界之内的 或者说作为这个世界外围 总体性 或者背后背景性框架的 一个一个真理框架 他不需要的 他的恐怖性在于其无根性 在于其无中生有性 你们你们信案能明白吗 就相当于说 你你爸爸妈妈 一天到晚虐待你 或者是你爸爸一天到晚虐待你妈妈 你今天你就是要拼了命的 你要去反抗你的父亲 你也不是说要让这个家变 就是说真的让你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 你就是想要有一个明天 那个明天就是说 你爸爸可以不打你妈妈 你家里面可以安宁 你就是拼了命的 你的存在就是这个为目的 你做的一切就是你这个为目的 就是要往这个 要让这个家庭状况变成现实 就算 你记录你的父亲 你父亲把你爸把你妈打死了 把你打死了 你也不在乎 懂了吗 你也不相信这个家庭里面 会有另外一个父亲过来 给你给你妈给你给你给你 站住腰 你给你给你撑腰 你也不指望你爸爸说洗心革面 醒悟了 给你撑腰 你也不指望这个家庭里面有一种什么 啊什么厉害关系 达成了均衡 反正某一种某一种 你也不指望你爸爸有一个什么生物学 或者说那个什么医学的一个规律 让他骂人骂人骂人骂累了 你不指望有这些机制 你懂吗 你不指望有什么 啊社会法则啊 这么什么 政治制度法律 你也不指望有什么宗族伦理 你也不指望有什么 邻居家的成年人 你也不指望你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强 你不指望任何东西 但是你就是要拼命的穷尽一切办法 要说让你妈明天不被你爸打 那为什么要让你妈明天不被你爸打 你也没有任何缘由的 你就是觉得这样 你爸打你妈不对 甚至这个欲望会让你不得手段 就是做各式样的努力 然后就算失败了你也不在乎 就算这个过程出入你爸 你爸把你妈杀了把你杀了 你也不在乎 就是这样一种布尔式维克主义 他就是要让那个你所追求的理想现实 变成现实 这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上 你的存在全部存在 就是这个理想现实的自我实现过程 你存在的意义就是那个未来要诞生 的一个内在体验 内在体验 内在中介 也不抱任何幻想 说有什么外部机制 内部机制 外在权威 内在权威 内在那个什么协调 什么东西 哪个机制可以妥协 可以调和这个过程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幻想 没有任何的盼头 也不在乎他最终是失败了 然后付出多少代价 但是过程当中你要是要审慎的 要竭尽努力 绞尽脑汁的想各式样的手段和方法 就是这种绝对的疯狂的固执 你们这些人基本上没有 你们要能理解你得你有那么个爹欺负你妈这样欺负着 然后你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的那种 求爷求奶奶都屁用都没有 你要经历过这种绝望才行 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绝望 你不能理解这种纯粹的这种纯粹到极限的 这样一种布尔什维克热忱的你 你不能理解的 布尔什维克在他所处的生存年代就是这样的 无非是爸爸是 所谓的爸爸是那个社会的那个反动政府 统治他的那个反动政权 压迫他的那个那些反动统治者 那母亲是他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土壤 民族的或者这个尽心处的一个社会土壤 没有任何的保证啊 这个里面的核心精髓点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障 不去预设任何的超越性的保障者 对一切绝望 只相信自己可以掌握的物质力量 这是一个非常孤绝的非常决绝的一种姿态 这种姿态在沙特看来呢 他是只有是布尔什维克运动啊 是激活了在人类当中激活的这样一种最高贵 而崇高的维一致的维一致主义的这种姿态 这是这种最为高贵的崇高的姿态 所以沙特会认为就是说 布尔什维克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 布尔什维克自己把这个东西用辩认法 或者说用这个呃 唯物主义用那些什么历史决定论给 呃因为这个东西太太强烈了嘛 这个东西太恐怖了你知道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这个东西是极为恐怖的 因为根本的无根性意味着他什么都能做 这是很恐怖的孩子们 如果个体陷入这种状态的话 如果一个个体陷入这种状况 他灵性的出现的话 这个社会共同体识别出来这个个体 对他采取的最佳侧 最佳手段是什么 是立即将他枪杀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这种高贵的 暴力的 暴力的 纯粹的 对于整个 秩序图景 不加于任何信任 对于整个超越性的这个图 图景 偶像 不抱有任何希望的 这样一种孤绝的 主体主义的 维持主义的这种 狂热状态 如果在和他眼前的任何某种生产资料 结合的话 他是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就是绝对的恐怖 没有一线之 崇高就是绝对的恐怖 崇高就是疯狂的恐怖 崇高是恐怖的疯狂 崇高是一种恐怖 真是恐怖已经变成形容词了 崇高的核心是疯狂 崇高的核心是疯狂 恐怖和崇高是 恐怖是用来修饰 是用来美化崇高的 没有什么恐怖和崇高不是两个东西 他没有什么一线之隔 恐怖只配做形容词 恐怖这个东西只配做形容词 他在本体论阶次上是较低的 恐怖已经 已经实现了自我的外化了 恐怖在本体论阶次上是低的 不要把恐怖和崇高 对立起来讲 你做平民不要轻易的把大词 把大的前本体论阶段崇高恐怖 这些啊疯狂啊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前本体论阶段 不要轻易的把前本体论阶段进行并列 除非你有前本体论的公底在 你有通过生存论 现象学和观念论进行前本体论探索的公底在 否则不要把轻易的把这样的阶段进行一个分类并举 什么一线之隔 在本体论阶次上面 隔阁界线 这是后面的东西 只有 唯一性 存在性 附随性 所属性 这些东西都是本体论后面的阶词 就是你你的头脑不足以 首先你的头脑不足以 划分前本体论和本体论的阶词 其次你不足以去衡量前本体论的阶词和本体论阶词之间的关系 你就不要把这些范畴加以轻易的比较 你就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来说话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不要说话 我说的哲学是非常狂野的东西 在这里讨论的这样一种力量 它是一种前本体论的力量 说的它是一种恐怖的崇高 它是一种疯狂 它是一种主体主义狂热 主体主义处在这种疯狂处在这种狂热的状态 它的本体论皆次是前本体论的 因为主体主义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后观念论的方法 是用来切入观念论的前本体论阶段的 用主体主义的方法 用主体的内在疯狂 内在失血 内在分裂极端对立的状况 去模拟这个整个本体论宇宙诞生之前的前本体论阶段 本体论秩序发生之前的前本体论阶段 这么一种研究范式的主要探索者是谢林和海德格尔 这个范式的主要探索者是谢林和海德格尔 即大成者是海德格尔 那么最典型的范式是世界时代和存在与时间 都是在进行前本体论的探索 都是用的主体主义 所谓主观主义的这样一种疯狂的发生学 当然也有他的理性的发生学 理性的发生学 在海德格尔范式里面则是他的这个 所谓他的那个本真状态的堕落学 通过他本真状态的堕落学来模拟这个 黑格尔的逻辑学谱系 就本体论谱系 他的前本体论状态 前本体论阶段 这个跟你们讲清楚了 谢林和海德格尔 谢林晚期的世界时代 海德格尔早期的存在与时间 到底在做什么 我跟你们讲清楚了 我跟你们讲清楚了 那么这个能够解开本体论范离 然后进入前本体论接次的 这样些操作呢 往往是用来描述革命性的力量的 对应现实的话 他就是用来去把握革命力量 革命力量 革命团体 革命的权力派系 革命的政治派系 军事派系 所处的历史状态的 他有他特定的政治哲学作用 这个够明确了吧 够明晰了吧 就在这里比如说萨特 萨特 萨特用这样一种 布尔什维克主义 用这样一种唯意志主义 用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疯狂 无中生有的 不去不能忍受任何界限的 不能忍受任何的前提条件和界限的 这样一种狂野疯狂 他实际上就是要去把握一种 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政治动员力 政治解放计划的它的颠覆力 用来去描述它 但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是用的前本 前本体论的 或者说生存论的 基础本体论 或者说前本体论的 这样一种机制 对于平民来讲说 你掌握这个当然没有意义了 你不可能去掌握一支革命队伍的 成为其中的头领的 对于平民来讲跟你讲这些东西 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啊 作为一个平民 你了解这些东西是没有没有任何意义的 作为一个平民你学习世界时代 你学习存在与时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建构良好的本体论秩序下 你不需要去考虑一个建构良好的闭合的本体论秩序 它瓦解或者说它尚未形成 时候的那些剧烈的风涛波浪 你不需要去承受这样大烈度的这种考验 对不对 因为你是平民嘛 你是幼童 你身为平民你现在关掉直播去吃喝辣撒睡就行了 你不需要留在这里啊 我当然是不是平民了 你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 你一旦研究到前本体论阶段 一旦你开始阅读谢灵的世界时代 一旦你开始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并且知道他到底在这里描述的是什么 是一个恐怖的总体主义的现代性的政治激进颠覆计划 你不是拼命了 一旦你知道这个真相 并且你开始要继续研究这个过程 如果你不愿意学习 不要去了解 不想去认识 你可以离开 我从来没有说你要停留在这里 请你离开 哲学的烈度是很强的 你们作为平民要好好想一想 这些烈度是非常强大的 萨特在这里提出的这样一种无根性的主体主义狂热的这个范式 是比很多宗教的 今年累月的洗脑还要强大的一个恐怖的现代主义征兆动员术 存在与虚无像个大炮一样 你不当真吗 你以为你可以不当真 你可以 不是 就相当于说你这个windows98里面 竟然把windows xp塞进去了 你以为你这个windows xp没运行 他只是没有显现出来 这个都会影响的深刻的影响你未来的人生道路抉择的 你不要以为你装装成日子人乐子人藏在这边 然后听了这些很激进 很激进的哲学啊 这甚至都没有讨论政治啊 很激进的哲学 很激进的这种伦理姿态 我都没有说这些布尔什维克主义 激进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计划 政治纲领什么东西的 我只说他目前 他表示的还只是一个伦理姿态 他只是要创造一个社会 让那些不是人的什么都不是的 一无所事的那些人变成人 这些理念在你头脑当中 他会在恰当的夜晚让你睡不着觉 他会在恰当的时机让你背叛你本不应该背叛的亲人朋友 利益 他会撕碎你的心肝摧毁你的梦想 所以我建议你们作为孩子可以离开 你知道吗 他说说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跟你们讲 否则我 不知道他这里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他antaphysis 为什么他说他是反自然 为什么萨特把他说成是反自然 我明确在告诉你们 我没有对你们进行什么暗示的操作 下暗示的操作 我没有做这种什么精神分析操作 我只告诉你这个现代结构 他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关系当中 他会找到他的现实共鸣呢 这么一个现代主体性模式 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关系当中 会寻找到他的现实的共鸣 他不会影响人的无意识 这句话语不会影响人的无意识 而是你所谓的人本身是有无意识建构的 真的无意识 你这个云服务器里面的一个模拟机 你以为你有你自己的一台独立电脑 做梦 不是你们可以离开啊 我在强调变817个人 你们可以离开 这个西瓜要撒盐才好吃 请你离开啊 我没有对你们做什么社会工作啊 我建议你们不要成为这种人啊 我说了你们不要成为萨特所列举的 所说的这种布尔什维克 主体主义狂热 无根性的主体主义狂热 不要成为这种人 虽然这在现代的总体性 现代的总体性爆发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性的狂热运动 它是一个社会的总体狂热 不可避免的 它跟什么社会和家庭的暴击都没有关系 它是这个社会的总体化运动开展的 就有无数个人要变成这种人 我有我的权利 我有我的权利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拒绝请你离开啊 不想承受相应的这个烈度的不想受到相应影响的离开就是了 没有人让你留下来 这个不是一个潮流 这不是潮流啊 这是洪水啊 这是天灾 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符号学机制一定会产生的强大的无意识 强大的能够催生主体化的无意识 我在这里做的工作是因为这个文本太过于激进了 我不想坐牢 我给你们说清楚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们这个东西的烈度 比你们说什么亚伯拉罕第四孝比他高多了 比他强多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的烈度在日本东亚资本主义的溃扬面上 他就转化成沙灵毒气恐怖主义 在东亚资本主义溃扬面上 他会变成极为恐怖扭曲可怕的东西 如果他没有任何土壤啊现实化土壤的话 哲学能够走到的深渊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深渊 我从来不建议任何人依循着哲学走向这样的深渊 我祝福你们所有人永远是平民 平头百姓 我祝福你们所有人永远可以从历史的这种致命的天命当中擦身而过 不要去成为萨特所描述这样一种无中生有 反自然出于无的要去追寻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的那样一种狂热的 无根的现代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狂热分子 什么都做出来 什么都做得出来 什么都做得出来 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 如果事实上对于这个萨特呢 这些观点呈现仅仅呈现出一个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的一个思想 那么如果他们must be joined to others to arrive at his true conclusion 但是如果说这些思想呢必须是放到一起 和其他思想放到一起 然后最后抵达这个萨特的真正的结论 那我们的讨论就会比啊预测萨特自己后来产生的一些结论要多一些啊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回到这个文本本身啊 我们回到这个文本本身 哲学是很严肃狂野的 但是我们说了就像列宁批判这个公团主义运动啊 我们也要讲一个就是说这是我独创的啊 这是我独创的啊 工人啊 公团主义运动 他的自发性使得他的运动形式只能走向公团主义 那么哲学的这种躁动的他的这个极端性啊 他的这个激进性 他的自发性的局限性在于他也只能走向一种 这样一种为意志主义的啊 这样一种啊 我们可以说的这种 呃 无中生有的这种虚无主义的啊 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这样一种 革命恐怖主义 那也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呢 这样一种革命恐怖主义呢 他归人节理是一种 呃 小自然界级的啊 小自然界级的极左啊 极左翼主义 但他是极左翼 资产界级极左翼 小自然界级极左翼 资产界级极左翼 应该是资产界级极左翼 资产界级极左翼 哲学的极端是走向资产界级极左翼恐怖 哲学的极端是走向资产界级极左翼的恐怖 啊 极左翼恐怖 是恐怖啊 这恐怖是前本体论的一个范畴啊 恐怖是个前本体论范畴啊 恐怖的 啊 horrible 他是一个前本体论的一个形容此格的一个范畴 范畴 意味着本体论秩序 或者说一个现实的整个世界秩序的一种敞开状态 不定的敞开状态 处在一种不定的敞开状态 那么就相当于这里就是说 萨特给这样一种恐怖在招魂啊 啊 但是说如果说我们啊 只是说 萨特的观点啊 这些观点只表达出来 只呈现出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同经者的一些思想的话 那么如果说这些思想必须再和其他思想加到一块 汇总到一起 然后呢 抵达萨特最终的一个结论 啊 那我们的讨论会比 啊 会比预料萨特自己的最终结论要更多一些 我们要做的要多一些 啊 如果差点相反呢 就是说 呃 萨特 就是 如他们所示的那样接受的这些 啊 接受的这些 啊 接受的这些 啊 这些 接受这些什么东西啊 接受这些什么东西啊 这些讨论啊 嗯 接受这些思想啊 接受这些思想啊 接受这些思想 啊 我们就可以正当的说 即便是现在啊 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能够说服我们啊 如果反过来萨特自己 应该是 如果反过来 萨特现在 按照他们现在所示的样子 接受他们 按照现在他们所示的样子 接受他们 而不是说 萨特进一步要发展自己这些思想 萨特现在这些思想 仅仅是什么 同情共产主义 或者说给共产主义做的 这一个比较别角的一个辩护 他把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 说成是这样一种狂热 所以他说要用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就是说我们的姿态 我们要比布尔什维克 他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处在这样无根的狂热 他是对的 他是这个历史的解放性力量 他是整个宇宙的解放性力量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对的 我们是知道他们是对的 然后所以我们不在乎 他们以为自己是对的的那些道理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对的 那些道理是错的 我们是知道他们真正对的那些道理的 但是我们不在乎 我们也不想去说服他们 反正我们知道他们是对的 然后我们要支持他们那样去做 那如果萨特就停在这里 接受这些思想 停留在这里去接受这些思想 保有这些思想 这样去接受他们 那我们呢 我们要进一步 要去想就是说 为什么这种这些思想 没办法说服我们 前面你去看前面去看上一讲 上一讲 梅罗帕尼已经说了 这种超不二十五个主意 有他逻辑内一带的不一致性 他没办法说服我们 那么简而言之呢 This is so because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因为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说 萨特提出的共产主义的一个构想呢 是对于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一种 弃绝 一种抛弃 我不要辩证法了 也不要历史哲学了 不要一个一个故事 陨落了好结局的那种东西 他就是说简而言之 他不要什么呢 他说我共产主义不是一种 我听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陨落了一个好的结局 然后我就相信这个故事 这故事叫什么 叫唯物辩证法 说人类历史一定会按照这个东西运行 按照这个演化进步啊 里面的这些挫折啊 这些曲折啊 这些反动派啊 什么这些都只是中间的环节 我们按照这个辩证法总归会运行到最高阶段呢 这个过程叫历史哲学 那么 萨特据斥这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萨特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奴隶哲学 这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 这个果子好吃 所以我要吃啊 这完全没有任何的绝对性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坚定性 没有任何真正的忠诚嘛 所以他用一个东西来替换他 他用一种绝对的从无知当中创造出来进行创生的那种绝对 那种绝对创造的一种哲学来代替的他 这种绝对的创造就是虚无啊 那也有啊 就是虚无 就是作为那种绝对主体的那种虚无啊 所以他是用主观主义 主体主义哲学 这种绝对创造就是虚无 这叫虚无 他是从无知当中 在无知当中进 那么这个无知 the unknown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个本体论秩序坍塌的的一个混乱状态 the unknown就是本体论秩序已经坍塌了 应当有什么的本体论秩序 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要有绝对意志 要有主体的绝对意志 去绝对的创造出一种绝对的力量 那么这种哲学 他的观点是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一个基本的一个本体论的发生学 就是用主体主义的范式 用主体的内在精神 发生的那种机制 去类比这个世界的本体论秩序发生的机制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以前叫做观念论 现在叫做生存论 这个方法以前叫观念论 观念论 最典型的做这个东西的是谁啊 费希特 费希特知识学 谢林 世界时代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 他逻辑学体系 他都是用这种方法 他就是觉得这个宇宙创创创创创生的宇宙秩序啊 不是宇宙不是那个自然界啊 是宇宙秩序 就这整个本体论秩序 不是一个实力 他未必是一个实力 是他整个的一个 一个决定性的秩序 这个决定性的秩序的自我发生的机制 是一个主体性的发生机制 是一个内在意识的 意识的发生机制 一个自我超越的内在意识的 所以它是一种意识的一种发生机制 那么萨特在这里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他说 共产主义的这个构想不应当用 不应当用这种 给他描述好了一个 讲了一个好故事 一个好结局 一个好故事 信了这个好故事 你就是共产主义的 不是的 你必须是一个狂信者 你必须非常狂野的 一个就是说 在未知当中 在混乱当中 要去创生出 要去无中生有的 创造出秩序的那种绝对意志 那种绝对创造 那种绝对主体性 这样一种哲学 才能代表共产主义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讲 我们说 萨特做了一件什么工作 萨特做了一件什么工作 萨特把共产主义 重新给政教化了 萨特的哲学 贡献在于 他把共产主义 重新进行这样一种政教化 那一种这样一种 非常 因为前面这种东西是神秘 就是说我们以神学做了一笔 你如果把共产主义理解成 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最后有个好结局 好人也好不好 什么一个东西 那这是对于基督教的一个什么 我们用神学做了一笔 那么就比如说就基督教当中觉得我只要做了好事 我一定能上天国 这么一种东西 或者说最后这个神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安排 这么一种东西 那么这样一种宗教实际上它是一种流俗的庸俗的宗教 对不对 那么正教不是这样的呀 高级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当中的正教 正教它的教义学 它里面一定会说这个世界宇宙的诞生是出自于上帝的狂怒啊 他要用那个灵智 他要用这个什么神智术 神智论啊 神 还有这个神爱论 用这种方式啊 用冥想这种方式 要去体验这种宇宙诞生时的 或整个秩序 刚刚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这个神秘的至高主体的绝对者的 内在精神的那种狂热 那种疯狂 疯癫 要去体验它 就正教要通过神学来进行这样的探索 所以在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讲 说这个萨特重新把共产主义哲学要恢复它的正教传统 正 正反的正 正教你不知道吗 Orthodox 要把变正统宗教 教教义 不一定是东正教 我没有说是东正教 所以和很多人设想的是恰恰相反的 斯大林其实并没有让共产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哲学 正教 正教化 斯大林反而让他流俗化了 斯大林反而让他变成这种民间小小迷信那种东西 民间小迷信 反而是萨特使得共产主义哲学 在这里要重新让他变成这样一种神志论呢 变成这样一种神秘主义 幽暗的宇宙发生学 幽暗的本体论发生学 幽暗的世界秩序发生学 是萨特在进行正面一种 所以说萨特应当是大主教 而斯大林应当被看成是一个 呃 那个 加尔文 明白吧 就是 真正在自信内核上 应当是这么一个关系 你们不要搞错了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斯大林通过一个国家机器 通过官方哲学 把共产主义宗教 宗教化 政教化 然后搞那种形式主义崇拜什么的 其实他的那个内核是很庸俗的 你知道吧 内核是平民化的 内核是包含了良好的愿望呀 是非善恶那种东西的 流俗的 没有那种残酷的 令人发抖的那种疯狂性的 而这而萨特是要把他的核换回换回那个 就运转的非常快的那个核 懂了吧 萨特想要就是说 把共产主义重新恢复到这个 可以说是西方知性传统里面 这样一种 主观主义的超觉 我们理解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啊 主观主义的 主体主义的超觉 用主体主义的超觉啊 用主体主义的这种超觉 创生力 创生力 无中生有的创生力 transcendence 这种超验的 超验性 可以无中生有的 可以在未知当中创造出这个 智性智慧 宇宙的本体论发生学机制 这个是萨特在这里要做的工作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这种哲学被接受的话 那么共产主义就是一个 undetermined enterprise of which one who of which one knows only that it is absolutely other like that like duty it is not subject to discussion nor is it subject to rational proof or rational control 然后说 一旦这样一种哲学被接受的话 那么共产主义就是一个 undetermined的 就是一种未定 不定的 没有被确定的一种事业 这么一种事业 它永远是个不定的一个事业 它是永远 你不能就是完整的说出 它的那个轮廓 之前的那共产主义 它可以完整的说出 它的那个轮廓 几阶段论啊 只要发展发展发展到后面 计划经济 集体经济 计划经济 集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 然后官僚被取消 然后这个什么 职工对他进行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监督啊 然后职工参与管理啊 全民参与管理啊 共产主义实现了 它是不是就是determined的了 但是在这里 你们简单来讲 就萨特重新把 重新把共产主义神学化 或者不叫神学化 叫做狂热宗教化 萨特是共产主义的狂信徒 明白吗 萨特才是共产主义的狂信徒 在这里要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教化 非常严肃的恐怖的政教化 它不能被完整的勾勒啊 这里的undetermined不是不能被完成 它是不能被完整的勾勒出来 不能被明晰的说 这个事业就是这么一个事业 所以萨特那边 他说这个事业是不确定的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事业 不可不可摸清楚的一个事业 我们只能知道 它是绝对的是他者 绝对的是他在的 它是要降临到这个世界的 到底他本身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是他降临在这个世界过程当中的一个 中介傀儡 牺牲品或者什么 它不是 明白吗 然后like that like duty 就如同责任一样 it is not subject to discussion 它不容什么 就如同使命啊 这个tuty不能简单翻译成责任啊 不是responsibility啊 就是使命 他是他是他在的 他是有一个超验的一个他者在那边的 这个对于这个他者 你不能有他任何完整的把握的 然后他不重复于 不臣服于任何啊 不隶属于任何讨论的 他不容讨论 然后他也不容进行一种理性的证明 或者理性的控制的啊 也就是他是种非理性的了 他是非理性的 他是非理性的 不代表他没有理性啊 不代表他最后他降临下来 他没有秩序啊 他的降临过程当中 他在他的降临过程当中 他的秩序一定是和现有的全部秩序冲突的 明白吗 他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在 你知道他就是非常残暴的 windows11的代码注入到一个 windows98的机体里面去 windows98根本读不懂 读不懂他的任何文件后缀 读不懂他的任何文件 他的编码是完全不一样的 新的编码模式都要由这个新的 这个windows11的文件来主导 这样你去理解 他不由你来分说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 我们只是他的一个传输框 我们顶多是他的一个传输框 或者我们是他的一个报错框 报错对话框 或者说一个传输对话框 他的传输报对对话框 就是一个报错对换框 然后我们不停的点重视或者忽略 不停的点重视 发现重视不了那只能忽略 啊 重视不了或者替换替换替换 他他不是不可接触的天国 他是不存在 不是不可接触 你不能去想象一个额外的天国 这是都是 你得按照他规则完 你去想象个天国 你就是不近的 你不能去想象一个天国 你们要按照他的规则完 你要学哲学 你签订按照哲学家的严格的规则来思考 你不能去设想 我们打比方了是windows11 但是对于windows XB windows98 他只能感到是病毒在入侵 海量的巨量的病毒在入侵 你不知道有一个那个东西 你怎么可能知道有一个 还有个天国 额外的天国 你不知道有那个 你不能知道有那个 你的知性未免是被瓦解的 是崩塌的 是碎裂状态 所以你们的头脑不能越界 你知道吗 你必须严格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哲学思考 否则你不要进行哲学思考 所以这些思考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非常残酷无情的 粗暴凶狠的一件事情 没有那种开玩笑的余地的 是很折磨性的 你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做 可以吗 我已经够负责任了 我是不是很负责任告诉你这件事啊 你没有那种偏执狂的那种 强大的激烈的剧烈的 这样一种自我严苛的 求全责备 自我束缚的那种 绝对的怪异的癖 你不要学习哲学 直接说了 他是个他者 是一个绝对的他者 你把他设想成天国 你不能设想 你不能用领域的范式 去试图把握他 你没有资格 因为何为领域 要被他重新定义 什么叫超越性 要由他来重新来设定 他不是不确定的 他更主要的 这是痛苦的过程 你承受过痛苦吗 痛苦主要 痛苦的主要 并不是因为他是不确定的 而是主要因为他是痛苦 佛教不是说三圣地吗 苦无常道地 苦无常无我 四圣地 还有一个是道地可以解脱 那这里说 痛苦的主要还是痛苦呀 对不对 否则他为什么是一个圣地呢 你没有必要说他首要事实 他是不确定的 你不要说废话呀 然后第三点呢 最终呢 这样一种行动 他是没有标准的 他是因为他是没有任何标准的 所以他可以从那些不确定的东西当中 他从那些undecided的 还没有做好下定决心的那些人当中 只能获得一个有保留的同情 只能获得一种缺失的在场 对于那些没有下定决心的去参加 去投身到这么一个共产主义 人类拯救计划当中的人 你只能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有保留的同情 或者说一种退场的在场 一种不在场的在场 an absent present presents absent presents an absent presents 你只能得到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行动他是没有平板标准 他自为其平板标准的 但是呢 在他降临过程 他自己又是混乱的 布尔什维克的暴力 在降临的时候 是不是很混乱的 很残暴的 是很混乱的 他在降临的时候 他的行动都是没有标准的 大林清洗的时候 杀人的时候 但有啥标准的 他无力去建构其他的标准 他那样去杀 就是他想去建构他的标准 所以他对于那些 没有下定决心投身 其中那些人 只能得到一个有保留的同情 然后这样一种行动呢 将会 scarcely be strengthened by them and still less will it be changed 这个scarcely就是几乎不会吧 应该是 是个否定词了 几乎不会被这些人所强化 就那些 在旁边看的 看客 或者说那种对他有一个保留的同情的那些人 所以这个第三点指的是谁啊 指的就是萨特本人呢 第三点指的就是萨特本人 梅罗庞帝这里就是说 你萨特对于这么一个过程的这种 有所保留的同情 这样一种不在场的 对说整个过程的理解 斯大林大清洗的时候 你被清洗了吗 你杀人了吗 你枪毙人了没有 你执行某些军阀命令的内政命令的没有 内务命令的没有 对啊 所以这些行动呢 他不会被萨特这种人所强化 也不会被他改变 那么最终呢 这些非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呢 将会在他的理由当中呢 in its reason 就会变成非共产主义 not in its actions 也就是说这些非 非共产主义左翼呢 在他的这些推理 他会依然想试图用推理 用理性去理解共产主义 在这样一种理性当中呢 由于他还继续坚持这样一种理性 也就是说 只要非共产主义的左翼 不和共产主义一起陷入疯狂 不和布尔什维克一起陷入疯狂 不和布尔什维克 不和斯大林们一起陷入一种 什么 没有标准的历史漩涡当中的 无条件的 对于神圣暴力的忠诚的话 也就是陷入疯狂的话 他们 如果他们还依然停留在他们自己的理性当中 而不是进入到他们的行动当中的话 他们就会成为非共产主义 就是说你们不一块疯 你们就不是共产主义 你们不一块疯狂的清洗杀人 呜 诬陷中良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说血迹同治 然后维持内在的秩序组织多 或者说外在的合法性代表性 那意味着你们就不是共产主义 这就是美洛庞帝的一个推论 懂得吧 按照第一点第二点 你不是你萨特把这共产主义定义成这么一东西吗 你把共产主义给这样一种激进的圆角纸化吗 甚至说把他这种主观主义的绝对化了呀 是不是 主观主义的绝对化 然后呢 外部评价标准 外部的一些预言式的那种完整的谱系发展路径 这些东西都没办法代替内在那种狂热状态了 内在那种无中生有的不确定的那种啊 直接从未来降临的那种绝对神圣的原初的原始的 纯粹的那种激进状态了 你得有那个东西你才叫共产主义啊 好了 你你已经一二两点把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 极端极端化的 激进化了 好了 那第三点 你呢 你有吗 没办法 那你没有哎 你萨特你没有哎 你又跟一块去杀吗 你又跟一块去去去被杀吗 你萨特你没有 你没有陷入那种疯狂 你很冷静哎 那意味着你什么 你根本不是什么非共产主义左翼 是个同路人或者是同情者 你就不是共产主义 你停留在你的理性当中 你就不是共产主义 你按照你自己的逻辑 你就不是耶 懂了吧 那么this is exactly why instead of serving it it can be harmful to the coexistence of communism and non-communism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 萨特的哲学 与其说是用来服务于他 啊 服务于这个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共存啊 非共产主义左翼的共存 不如说他是有害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左翼的共存的 他是在挑唆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左翼的内斗 他是要把共产主义激进的暴力化 或者说激进的癫狂化 然后把非共产主义给激进的什么犬儒化 啊 激进的这种这样一种 或者我们说 呃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智者化啊 激进的智者化 智慧已经被达断了吗 已经看穿了这一切吗 但是自己是不信的 啊 自己是不信的 那么 这个就是 梅兽庞帝对于萨特啊 的超布尔什维克主义啊 他这个超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试图想要去维持 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 就非共产主义的左翼的一种联合 并且他以这种超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表达 他自己实现的这种联合 代表一种跨 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左翼联合的那种可能性 只要大家都追求一种啊 这种 你我们现在看穿了萨特所追求的这种 这样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激进先锋的主体主义的状态 实际上是吗 实际上他是基督教神学参与 对不对 但说这是基督教神学当中的非宗教部分 没有宗教的基督教 The Christianity without religion 你们可以理解吗 没有宗教的基督教 比如说他是无根的 这个东西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狂热 主体主义狂热 绝对主体性狂热 它是一种唯意志主义的 至高的绝对主 主体的狂热 它是没有宗教的基督教信仰 不是新教 它不是教 新教是宗教模式的 你们不要试图惹起我的暴怒 我把你拉黑敬言啊 这个一进校友啊 拉黑敬言一进校友啊 不要试图用你的无知激起我的狂怒 我虽然确实有可能在一个瞬间我试图狂怒 但是我我选择一个更更明智的一个选择 就把你拉黑敬言掉啊 你在炫耀你的无知 这种炫耀让我对你所代表的一些人群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可能会引发我的狂怒 没错 但也不一定 明白吗 我的愤怒本身也是审慎的 是有尺度的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够 我希望你们能够想清楚 萨特到底在做什么 萨特在通过哲学的做什么 萨特在通过哲学在做什么 我希望你们能够想想清楚 想想清楚 他说的啥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新教 这哪是新教哎 没有宗教的基督教不是新教 新教依然有宗教形式 捐赠 不是宗教形式吗 新教没有那个烈度的啊 新教没有那个强大烈度的 新教不足以被称之为 新教不足以被称之为 Christianity without religion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就是唯一值得被称之为 Christianity without religion的 就当然这个 齐斯克把这个东西说的门槛 变得好低一样的 好像就是说这个Christianity 本来就是without religion的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 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或者说他是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在历史上明确的符合这个定义的是萨特 或者说其实就是Bush为主义 然后我们看 那么萨特的研究呢 首先是一个 先要寻求于历史事实啊 就跟什么历史调言师做的一样 unappear to the facts It is true that today is the most active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attails to the CP and CGT 特拉维尔 特拉维尔 这应该是艰苦劳动啊 travel 搜一下这啥意思 这两个团体都是法国的两个团体啊 CP的话就是法共啊 应该是劳动联劳动总法国的总工会啊 法国总工会啊 那么萨特的研究是先是求助于事实啊 就是说确实在当今呢 在当今法国就那个时候 最活跃的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个部分啊 最活跃的部分呢 他是依附于这个法共和这个法国总工会的 而这次啊 因此呢 就是说这个法共的失败呢 任何失败 他确实都会啊 减少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当中的分量 所以说他一定要去保这个法共了 啊 所以萨特 萨特 没错 就是说现在我们一定要是要紧紧的去 然后呢 那些庆祝 呃 并且呢 啊 and those who celebrate as the vic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failure 然后说 那些把 呃 由这个法共所 呃 号召的这个 罢工的失败 呃 当成是 工人阶级的胜利来庆祝的那些人 他们在 就在正在抛弃工人阶级 啊 也就是说谁谁不买法工的账 谁就在抛弃工人阶级的 然后呢 which is in the majority community 啊 那么这是在这个 呃 然后那个说那个 说那个 也就是说现存的这个工人阶级 法国工人阶级啊 现存的 他的主体啊 都是 共产党员 那么 然后那些反对分子啊 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左翼分子呢 则 exercates 啊 就是说 himself 啊 by calling the working class's weariness lucidity and by calling it's discust revolutionary spirit 啊 然后那些 呃 怎么来 怎么 什么方式啊 就是他要号召这个工人阶级的 要 厌倦 什么 清醒啊 这个是 这个就是清醒啊 lucidity啊 就清醒 calling the working class classes的这个 这个 就是要唤起工人阶级的一种厌倦 厌倦什么呢 厌倦 所谓的清醒啊 然后要唤起 呃 这个工人阶级对于 就是对于清醒的厌倦 以及对于革命精神的恶心 就他们使用的策略 就意思就是说 不要让一个什么法国共产党来代表你们啊 就好像这个法国共产党代表你们 你们就清醒了 你们就有革命精神了 啊 然后那些非反对共产主义的法国的左翼分子呢 他在当时呢 他就是用这个策略 懂了 就用这种策略为自己开脱 或者说啊 他就是说 你们以为你们清醒了 实际上你们 你们是被被人代表了 或者说你们是被被被别人这个奴役了 被骗了啊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要让这个劳动者要对所谓的清醒啊 或者革命精神啊 这种东西 要对自己有一个有一个总代表啊 要感到恶心 感到反感啊 他们是采用这个策略 而支持法共的那些啊 他则认为就无论如何 我们要围绕这个这个法国共产党啊 要去做这个左翼工作 作为这个鼓动动员工作啊 这是两派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差异啊 然后说 he advances with an 然后说 萨特在这里试图做总舵主啊 他想把两派调和起来啊 萨特在法国 他试图把两派调和起来 他提出了 他用一个想象的无产阶级 an imaginary polaritarian 萨特 萨特这个无产阶级是他想象的 很具有这种激进性嘛 是他想象出来的 man of nothing become equal man 要变成平等的人 什么都不是的人 要变成平等的人 然后有一种无中生有的这种激进性啊 然后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这种疯狂啊 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样一种狂热的追求啊 那么他就是提出了 以一种想象性的无产阶级的形象啊 带着一个想 他想象 头脑上想象的一个无产阶级的这种概念 然后提出了一个什么 啊 revolution啊 然后这个想象的无产阶级 他是要去追求一个革命 这革命最终是要从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什么 教育当中解脱出来啊 这些无产阶级是不需要共产主义教育的啊 他自己有自己内在那种绝对的否定性啊 绝对的那种虚无的无中生有的那种创造性的力量 然后他 这个怎么念啊 这个怎么念啊 萨特还用什么无产阶级的政治 把这个名字赋予给一种政治 这种政治呢 它是有的时候会欢呼 有的时候会就胜利 有的时候会就占便宜了 有的时候或者说同时 在这个 第四共和国的这个首相 第四共和国的这个总理 第四共和国总理皮奈的统治下 有的时候会胜利 同时也会忍受痛苦 然后那个反正就是说 萨特会把很庸俗的一个政客的手段 萨特会有一个很庸俗的政客手段 就是去鼓吹一个非党性的 非有法共领导的 但也不是明显的这个反反对这个法共的一些左翼政治 无产阶政治 它会把这种一些零星的细细碎碎的一些法国的无产阶政治呢 它会宣称是一个什么 就是称之为无产阶政治 去吹捧它 吹捧一些底层的或者说自发的小范围的学生的或者小市民的一些政治活动 一些政治策略 政治谋略 或者说政治的一些动向 吹捧他们 复制与无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名头 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这个名头 好像就是说 它超越了这个共产主义说教 不要由一个这个法共来对他进行指手画脚的说教 他也有了这个不需要有一个革命精神或者说有什么清醒性啊 来给他做指导下指导企业 那么这个完全是是这个萨特的一厢情愿 萨特在幻想有一个这样一种啊 不求最终解放 不罢休 不需要别人来扶他一把 不需要由由先锋队来牵着彼此走的这么一个想象性的无产阶级 所以这梅洛庞帝在这里就是对萨特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一个极致的一个业余啊 一个极致的一个羞辱可以说 这个是这个皮奈啊 皮奈主政的时候 反正总它变化了去夸这些庶民的政治了 那么萨特呢问他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 If the world were to stop at this instant and you were judged by your perverse glee perverse glee You would be one who uploaded 是什么有什么人在敲我的门呢 怎么回事 萨特会问他你在做什么 如果这个世界啊在这一瞬间要停止了 然后你会被你的那个变态的享乐啊 你的反常的欢乐所评判啊 You were to be one who uploaded the collapse of the working class 你就会变成那样一个会为工人阶级的这个堕落而鼓掌的那个人 你到底在做什么 You say that a distinction must be made 你说必须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区分要做出来 That you celebrate the event as a defeat of the CP and as the awakening of a liberated working class But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most of the time Politics is the art of organizing equivocations And attacking the adversary's flank 比如说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区分 然后如果你庆祝这个 如果你把这个法共的失败啊 当成一个事件来庆祝的话 当成是这个一个被解放了的五战阶级的觉醒来庆祝的话 那我们一定是要做出一个区分的 你同样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大多数情况下 政治是一个组织起一些 模棱两可含糊话的一个艺术 就是说含糊话的一个艺术 同时政治也是去攻击对手的侧翼的 迂回击打对手的侧翼的 薄弱侧翼的一个艺术 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区分啊 做一个区分 这里都是聊的当时的这个法国政治啊 当时的法国政治 因为他应该是当时的那个皮奈 他在里面敲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当时的皮奈可能说是什么 你认识了这个事 你认识了这个事 as the defeat of the CP and as a awakening of the liberated working class but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most of the time politics is the art of organizing equivocations and attacking the adversaries' flank when the government arrests J.Doklas and organizes a test of strength and it's not openly after unionism unionism or the working class 然后就是说 当这个政府 他把那个应该是法共头子啊 给逮捕的时候 把这个杜克勒斯逮捕啊 然后组织起一个测试 就是测试那个权力啊 organizes a test of strength 组织起一个力量测试 就看这个朝野 他能承受多大力量 就看这些法共所能影响的一些人 闹事你们能闹多大 我靠 或者说压 他们能谈压 能压多很吗 it is not openly after unionism 这不是说是公开的 这种做法 不是说要公开的支持 这个支持这个公联主义 也不是说是公开的支持 这个劳工阶级啊 因为在当时这个 法共和和这个劳工阶级本身也有和也有这个冲突 就先锋队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那个裂痕也存在 明白 也存在 就是说有那种 一种非非共产主义左翼 他们就就就类似沙特这种吧 就想要就是说 沙特鼓吹一种 不由法共指导的啊 也不不清苏联的 不清苏的 不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或者说不至少不清苏联 有自己自主的进行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所以他们会呃会觉得就是说呃 打压法共是不是说在支持公团主义 公联主义或者说在支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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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工人阶级本身啊 劳工阶级本身啊 当然不是啊 他说 当这个政府把这个法共的头头抓起来 然后组织起一个这个力量测试的时候啊 他并不是说就说我政府就支持公联主义了 或者说支持这一个打一个不代表拉另外一个啊 支持这个工人阶级了 劳工阶级了 It is only a question of a party leader 他只是只是一个这个 他只是一个这个法共头头的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啊 只是他只是关乎关关心谁来做这个法共的头头啊 只是对一个政党领袖的一个问题啊 but when the strike called to define him fails general strikes are thereby sealed in advance advance 这个a policy is established in the working class and it is the working class which is weakened 然后呢但是呢 当这个号召去为这个杜克勒斯做做保护的 保卫杜克勒斯的一些一些这个啊示威啊失败的时候 或者罢工失败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啊 那个总罢工就被挫败了提前就被挫败了 is a sale in advance 提前就挫败了 提前就被挫败掉了 然后那个在这个劳工阶级那边啊 就会产生一种啊一种心灰意冷啊 pathy啊一种淡漠啊一种心灰意冷啊 然后所以呢恰恰你这样搞啊 你这样搞你反而是这个损害了这个劳工阶级的这个利益啊 或者说损害了你一些非共产主义左派的一些利益 然后in the movement那么在这个当口呢 and facing the event啊 以及面临这么一个事件啊 这么一个这个法工的失败啊 法工的失败呢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失败啊 就是这就代表整个劳工阶级的失败啊 这里讲了这么一大串啊 讲了这么一大串啊 所以他问what are you doing你在做什么啊 你在做什么啊 你在做什么 你还庆祝啊 这个时候你还庆祝说啊这个把这个杜克勒斯抓起来就是啊 代表着这个法工的这个失败啊真好啊 代表着这个这个在觉醒啊 代表着一个这个独立的劳工阶级啊 不受这个苏共遥控的苏联的帝国主义遥控的啊 不受这个这个法工的摆布的不再是他的傀儡的一个工人阶级啊 劳工阶级他觉醒了你要庆祝他那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萨特的一个立场 萨特就问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啊你到底在做什么 这里这个him啊应该是指的是这个imaginary proletariat啊 啊想象的一个想象中的一个无产无产者啊想象中的一个无产者啊 想象中的一个无产者他指的是啊 提出了呃应该是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advance with imaginary proletariat towards a revolution and we finally freed from the community 啊啊 这个这个想象的这个无产者他不需要接受这个共产主义的说教了 啊 啊 然后这么一个无产者他那个dignifies 啊 啊 他就把自己这不是萨特在鼓吹了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无产者想象中的这个无产者他就会鼓吹一种 所以在这里应该是指的还是指的就是说啊萨特对于这种呃非共产主义左翼对于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力量的这种无条件的这种拆台啊无条件的反抗啊 无条件的这个不合作实际上是在损害劳工阶级的长远利益 所以萨特更更想追求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左翼和非共产主义左翼的一个联合啊 啊 这一段都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吧 啊 讲这么一个背景啊 我说如果你把这个呃共产主义政党呢当成是一个首要的敌人 然后就把你的这个就以此以此来设定你的呃政治呃政治策略的话 那么你的二号敌人资本主义呢就相对的就变成你的什么就变成你的盟友了那你这个左翼在干什么啊对不对啊 啊 for if you are first of all concerned with weake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you will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taste 那么结果你就反正你不是左翼了呀 你就变成一个右翼分子了呀 因为呢如果你首要的是关心于要去削弱共产主义政党你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削弱他的对手 那么共产主义的政党的对手是蛮就资本主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非共产主义的左翼它就沦为资本主义的帮凶 这样所谓的反共产主义或者说非共产主义的这些左翼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帮凶 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那么这也是仨的观点呢 if today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gainst you the existing proletariat is against you and you speak only in the name of an idea proletariat 所以呢如果现在呢共产主义的政党是反对你的 然后现存的无产阶级呢也是反对你的 然后你仅仅只能以一个想象当中的理想的无产阶级的名义来说话 那么at this minute 那么在这时呢 你只能表达了 你就只能表达思想了 you express only thoughts not as your marxism would dem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itself 你不能表达啊 你不能像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表达一个这个工人运动本身了 你只能表达这个思想啊 你所能呈现出来的只能是思想了 明白吗 所以在按照这种说法的话 就是说 呃 呃 好的话 萨特的立场最后会变成无条件人站在法公那边 啊 如果如果这个 共产主义啊 共产党啊 就是这个 法共啊 他这个反对你的话 那么这个现存的这个 无产业细啊 他也就是反对你的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只能以一个理想当中的无产者的名义来说话了啊 如果你反对他的话 你相当于帮助他敌人啊 帮助这个 或者说 你如果要反 你如果首要的要反对他的话 那你就会不择手段的去联合 那就是说 Number 2 enemy啊 Enemy number 2啊 然后 All of this is true and had to be said 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 所以他不得不说出来 萨特呢 提出这个问题 非常以非常紧急的这些口吻啊 以紧急的口吻 术语呢 提出这个问题 and in the present moment 毕竟是在当前提出这个问题 He who is not with the CP is against it and against the proletariat which surrounds it 啊 萨特提出的这个呼吁就是说 现在谁不和法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就是在反对他 并且就是在反对无产阶级啊 并且就是在反对那些围 围绕着这个法国共产党的无产者 所以在这里萨特变成一个怎么样 他本来是想调和这个非共产主义左翼 和共产主义左翼的 他现在变成一个 非常紧急的死因地站在这个法国内 One can reply however that any opposition accepts the risk of destroying the movement that it wants to reform and that if it did not accept this no organization would ever reform its politics 就是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 萨特的这样一种指控 或者说萨特的这样一种宣称 怎么回应呢就是说任何的反对 任何一种反对啊 他只要接受啊 他只要接受啊 就是说这个啊 一种风险 你只要说你能够接受一种啊 你能承受一种风险 什么风险啊 就或你会摧毁掉整个运动的这个风险 that it wants to reform啊 这个运动呢 是这样一种反对他所想要去调整的 所想要去改进的 你都有可能去摧毁这整个运动 你本来这个反对意见只是想要去改进这个运动 但是你都有一定的说我要改进他 但是说我的这种反对意见或者我这种反对 让整个台子都拆掉了 让整个队伍都散了 当然有这个风险 对不对 当然有这个风险 但是 会不会因为有这个风险存在 我就不提出这个反对了 不会 对不对 你做一个现实的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人物 我们都知道你做任何东西都有风险的 是不是 你那边就相当于大家做做一做一件事情 那边有个老大哥 他周围围绕着20几个人 我这边还有6个人 我们这30个人要一块去做一件事情 那我说我这6个人说 你不跟这个老大哥站一块 你就不和这个围绕这个老大哥的20几个人站一起 你这6个人就是叛徒 那我要说 我提出你这个老大哥给出的计划 哪边错了哪边有问题了 你那20几个人也过来一块听听 老大哥也一块听一听 你非要觉得我这是错的 他在散火 那我没话说 但是你让我说我不能提这个意见 我不能提反对意见 我不能提明显你这20几个会给他带到死路了 那这个风险我一定要冒的 我不冒这个风险我干嘛做这些事情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样回应他就是说任何一种反对活动都已经接受了这种风险 这个风险就是说反对本来是要去要调整要改善这个计划变成拆了他整个台 这个风险我们能承受 我们就能承受我不怕这个风险 我们不怕这个风险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他不接受这个风险 那么就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修正他的政策了 你如果没有一个组织 连这样一个风险都不能承受的话 他就没法去修正他的政策呢 他一定将死了 他如果明明错了 怎么调整他的错误啊 这边几个人提出错误 你这几十个人叫散伙 你玩个屁啊 儿戏啊 你法共在儿戏吗 明白了吗 你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派系政治力量 集群 你要能够去修正改善你的政策 你得让人体检对啊 你得你得承受啊 我们都得承受这个风险 是有可能你们这群都他妈玻璃心啊散伙了 那我宁愿你们这群货色散伙 让代表你们 让你们所代表的那些背后力量选出更成熟稳重的代表出来 如果人们不再不如果人们不去不时的把当今的无产阶级和明天的今天的无产者和明天的无产者进行不时的比较的话 时时刻刻的at times指的就是不时的不时间的时不时的土字旁的得at times你可以翻译成不时的或者说就是说啊这一时一会做一次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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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去进行这样一种不停的进行这样的一种比较的话把今天的无产者要和明天的做一个比较 如果人们不去因此就敢于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啊比目前的无产者更好的更有理想的更好的更完美的更更完善的无产者去做一个选择的话 那就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政治了 我们要希望他变得更好呀我们要给他提出意见呀我们要牵引着他往一个明天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呀 而不是迁就他而不是因为他向这个法共靠拢了我就不向法共提意见 我就迁就他 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敢于去引得他去运动要敢于引得这群无产阶级往那个更好的方向运动了之后 法共也向那个更好的方向去调整他的中心聚龙点 否则就不能否则就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政治了对不对 there would then be in each case only a blind fidelity to what the proletariat party does 不这样做的话那就只在在任何情况下就只剩下一个 盲目的忠诚于这个法共说什么无产阶级就做什么 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他就变成个硬生虫了就没有用了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梅洛庞里的观点啊这是梅洛庞的观点 and one would not even know if the party still merits its name 那么人们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到时候这个先锋队是不是还配得上他先锋队之名了 是不是他还有资格自称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 啊那么这个是梅洛庞里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们我们的观点是在紧急状况下没有这个空间的 在紧急状况下没有这个空间的 在紧急状况之下这样的中心点的牵引是可以在党内来进行这个活动的 当然我们也欢迎就是说是可以跨跨党派的或者说有党外人士来实现这样的聚龙点的牵引啊 集结点的牵引政策集结点的牵引这个是可以做的啊这是可以做的啊能够良好的做成这样的通过政治协生啊啊通过统一战线的这些方式啊能够良好的实现这样的政策集结点的牵引 无论是由先锋队自己自发的去做成还是通过他的广泛的联合政治意见的广泛的听取和这个充分的辩论啊能够做这都是先锋队的良好传统是需要继承的啊是需要继承的啊 所以我说了就是说列宁主义的政治也不是完全就是说抵抗任何抵制任何党外的这个啊同样的左翼 左翼活动家的其他的啊非共产主义的或者说啊非同党级的这个啊政治活动家的这个参与的 不是闭门造举啊那么说no politician and indeed especially that tho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accept the being just on an isolated movement of his action啊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或者事实上尤其是那些这个共产主义的政党的那些政治家呢 会接受仅仅在一个孤立的啊仅仅以一个孤立的一个环节一个瞬间去评判他的一个啊他的一个行动被评判 所以说我们不能一个在某个孤立的环节上在一个行动的孤立的环节孤立的瞬间上去评价啊一个政治家的一个活动啊 no politics respond to an event simply by yes or no no renounces the right of posing the problem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it is posed in the moment 然后没有一种政策呢他会对于一个事件仅仅会提出一个可以或者不行啊也也不会有任何的政策会抛弃掉一种提出问题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那种权利啊以他在就是说也不会有任何一种政策了啊或者说政治方式啊这个politics就指的政治方式啊政治生态政治 活动方式不会有任何一种政治学正或者说啊政治模式会抛弃掉这样一种权利什么权利呢你我们完全是可以以一种提出这些问题当时这样提的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提的始终是可以换一种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的不会有任何政治是是会否决掉这种权利的只要这个政治或者说只要这个政治 这个政治团体还要求要求进步要求幸存啊追求真理追求解放的话那么for there is a past where this trap has been prepared and there is a future where one can walk to remove its bait and render its harmless 因为呢是存在过去在过去可能是一些错误的问题的讨论的提出的方式讨论的方式 问题的错误的表达方式或者说错误的决策机制错误的力量对比错误的一些路径的选择啊使得这个使得这个陷阱被布置下来了啊被准备在那边的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也存在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当中人们可以去努力去把这个诱饵啊给把这个陷阱的诱饵给他去除掉 然后使得他变得无害啊所以说在这里完全就是说这个维路旁定是个党外民主人士的这么一种口吻啊来告诉你就是说对于来教导来教萨特让萨特认识到不要把法共啊炮制成总体化变成那样种孤绝的啊也不要把一种什么啊 这个这个这个共产主义左翼和非共产主义左翼的关系搞的那样一种啊封闭孤立啊然后非此即彼啊然后啊politics which would lack any recourse against the factual situation 啊然后啊and it's uhddilemmas would not be a living politics啊然后说一种政治模式啊如果欠缺任何的一种啊啊recoce 就是手段啊啊啊 然后说一种政治模式啊如果欠缺任何的一种啊啊recourse 就是手段啊啊啊就是说如果他啊呃 Lake any recourse against 追索权 就是说如果 就是他不讲究实事求是 现实的状况的话 如果一个政治模式 一个政治模式 一种政治呢 他缺乏 他不再去寻求任何的现实状况 不再去援引任何的现实状况 不再实事求是 也不再去考虑他自己所处的困境的话 他就不再是个活生生的政治 他就是个将死的党 党同伐义 你知道吗 It would be that of a dying man pre... reprie... reprie... reprieved reprieved 缓刑啊 那么这样一种政治 就会变成一个被判了缓刑的将死之人了 就是说就是一个胆死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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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死缓犯人了 就是活死人了 然后yet threatened at each moment with a parent before his judge 然后即便他每一个瞬间都啊 都是呈现在他的那个判决 他的法官啊 他的判决之前 然后是受到威胁的 他依然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啊 就说如果如果你的这个政治是远离现实境况 现实困境 然后也不思进取 不思改进 不思听取 外部意见 不思去调整你的政策集结点 政策集结点 让你的这个支持者 用新的方式啊 在新的这个政策关节点上集结去实行新的政治路线 或者说啊 动员新的那个啊 政治活动 如果你不去不停的做这样的调整 不停的想要让你的围绕着你的这些无产阶级 让他们变成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未来的更好的无产阶级 不停的新的方式提出问题 去改变问题 不停的去拆解掉 你昨天错误的那些决定 错误的那个集结的啊 所挖的一些陷阱 挖的那些坑 那你的政治就已经是一个什么 那你这个 那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法共的 你的这些政治啊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被判了死缓的啊 缓缓行之行的一个将死之人啊 虽然你每一瞬间都好像是很危急的 每一瞬间都好像就是在濒临绝境啊 在这个判决面前 你说好像每一瞬间都在被威胁 I was abroad My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s were good but certainly not excellent All the more reason to hear of the failure of the strikes with indifference yet the news produced just the concrete effect on me 然后说我已经出国了 这个应该是引的那个萨特的话啊 引的那个萨特的话啊 就是说我已经出国了 然后我和这个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呢 应该这里指的是法共的法共成员的关系呢 很好 但是呢 当然不是特别好 All the more reason to hear of the failure of the strikes with indifference 也就是说 所以我更有理由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更有理由去 以一种 就置身事外啊 一种无关紧要 或者说一种 啊 漠不关心 冷漠的姿态去听到啊 想要去营救那个杜克勒斯的那些罢工失败了 yet the news produced just the country effect on me 啊 尽管 尽管这些新闻呢 啊 在我身上起到的是一个一个是相反的一个影响 有吗 起到相反影响 可能就是说萨特起到相反影响 说这这让他更更高兴了 或者说 对吧 因为在在他那些呃 共产主义者朋友身上这些新闻 可能是起到的是一个让他们灰心丧气的影响 但是萨特可能觉得在他身上燃起了什么什么 无产阶级战争战志的那种啊 啊 欲望啊 然后梅洛庞里在这些 All right 好吧 就是 就是 在这里就是 依然继续在讽刺萨特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啊 然后 Everyone thinks in terms of the event 啊 But it is from afar while traveling that the crisis is a clap of the thunder in the midst of the silence啊 每个人都以这个事件的啊 事件的这个 这个角度啊 以这个事件的角度来再思考 以这么一个事件的角度 of the event But这个事件就是说这个的失败啊 这个想要去支持 为这个杜克勒斯做辩护的这些游行啊 或者说这罢工失败啊 的这个事件呢 以这个角度来思考 But it is from afar 但是都离得很远 人们的思考都都挺远的 然后当在旅行的时候啊 在旅行的时候 That is the crisis's clap of thunder in the midst of the sign of silence啊 这个危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寂静当中发出来的 啊寂静当中 在寂静在这个沉默当中 在寂静当中发出来一声雷鸣啊 Clap of thunder The politician saw it coming 然后那个政治家看到他来了 And when it burst He is already thinking of tomorrow 然后当这个 当这个雷声爆发的时候 这个政治家还以为还在 The waiting singer 他已经在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就好像是雷鸣一样 这种事件 他就好像是雷鸣一样 这也是个比喻啊 是个比喻 就是你看到 看到那个 就是一般的人 只能听到雷声 Thunder是雷声你知道吗 雷声啊 Thunder雷声 危机就如同雷声一样 寂静当中雷声 明白吗 这不是旅行啊 这说错了 他在传播啊 还在传播 It is from afar 他在很远 很远 Thinks in terms 每个人都会 以这个事件的方式来思考他 就但是都觉得他很远 然后尽管他还在传播 但是他是一个 寂静当中的一个雷声 但是政治家思考 这个东西就不一样 政治家呢 看见他那要雷 来了那边闪了一下 他就会想明天怎么应对他 懂了吗 然后当他还刚刚这个闪光 这个闪电刚冒出来的时候 政治家已经在思考明天 会怎么样了 已经在思考这个震动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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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in short 简而言之呢 he thinks it and he leaves it he is not in the position of saying yes or no 简而言之就是说 政治家呢会思考他 政治家呢也会实现他 也会去这个 我说说 从当中幸存下来啊 想要就是说 想要从这样的历史考验当中 从这样的政治事件 政治危机当中幸存下来 他要想着我如何 从这样的混乱当中 从这样的这个雷声到来之后 我看到的闪光 我就想 我操我雷声麻要来了 我赶紧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知识者的集结点 我要调整到另外一个政策点位上面 然后我的这些政治路线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 一个一个宣讲啊 或者重新的一些解释路径啊 然后我的一个知识者的一个 重新的他们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姿态 我要进行加以快速调整 政治家要做的是 不停的做这么一个动员 做这么一个准备 所以他会思考 然后他想要去从 从这个一个一次这样的危机当中 幸存下来 所以 He is not in the position of saying yes or no 他并不仅仅是说 是或者不是 他并不仅仅说 saying yes or no 然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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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萨特呢 你看萨特是一个什么水平 萨特就是傻逼了 反过头来 你就会看萨特的这句 隐语里面的话就是说 哎呀 你没有萨特特别像什么 萨特就像最近那个就那个是什么毛次郎一样的 什么阿拉斯 苏州林嘛 我们苏州人啊 正宗老苏州林 怎么最喜欢吃什么 什么 阳城湖大杂蟹啊 就说萨特说话不就像这个东西一样 像这个毛次郎一样 懂了吧 他就想要去和那些 就是他感觉就是在玩一个党同伐异的游戏那种感觉 是吧 处在一个非常不成熟 幼稚的一种一种状况 非常不成熟 相当幼稚的一种一种一种精神状况 他没有在为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做任何的准备 啊 而是 他只是他只是单纯的就是说在感受到 也就是说在这上讲 这个杨金棒最近有个杨金棒的很火的一个视频啊 一个一个旅居苏州的外地小伙啊 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啊 也语讽刺苏州话啊 什么阿拉苏州啊 正宗苏州你 你去搜那个正宗苏州人 就是搜到的那个小孩儿 那个小孩儿那个样子 啊 明白吗 你就会感觉萨特就是类似的这么一种人 你就会感觉萨特就是在这里 萨特说的这这番话就就类似的那种 哎呀 我现在国外了 我跟一些共产主义者关系啊 说得上好 但不是特别好 哎 所以我有理由是听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支持杜克勒斯的那个罢工失败的时候 我感觉没啥 就不跟你阿拉苏州您啊 什么什么 这么一个强调 我们这些非共产主义左翼 我们正宗的左翼 我们这也不是这个 我们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杜克勒斯支持者的这些共产主义追随者 我们正宗的国际主义者 不是一个强调装强做事的 萨特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说的这 萨特有的时候在这种政治立场上的这种贸然的这种表达 就蛮俗气的 然后说 Yet the news produced just the country effect on me 但这个这新闻呢 在我在我感觉 他们都感觉挺难受的 我感觉不太一样啊 在我身上感觉不一样 所以说 在这里上讲 就是说梅洛彭利在这点名呢 就是说 萨特不是一个政治家 萨特不是一个政治家 他在政治上是相当幼稚的 他提出的这个哲学计划呢 也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一个哲学计划 但是说你这么幼稚的东西 你梅洛彭利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半本书 就讨论这个 这些调东西呢 那我们也要 呃细细的理一理啊 细细的理一理 我们会在后面的文本当中呢 比较 就是说把这东西 整个这个过程啊 我们把它 呃 一一一段一段的 给它盘完啊 给它盘完 给它盘完 我希望你们能够对于这 这一些范式啊 进行一个比较审慎的思考 比较审慎的思考 呃 我说了 不要跌入哲学家所编织的一些 绝对性的这个网络当中 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啊 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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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保保持一个 呃 我也不说要你们像成为政治家一样成熟啊 我就说至少 有一定的哲学鉴别力 然后知道 我今天已经算告诉你的 萨特画出的这个哲学图景啊 这种激进性的姿态啊 在历史上其实并不 并不新鲜 并不时髦 他他是传统基督教里面就有 但是说他得是那个高层高阶教士 高层的高阶教士 他特有的一种主体主义狂热 特有的一种主体主义狂热 啊一种神志论狂热啊 狂热 神志论的狂热 高阶教士 他正教在进行他的教育学编转的时候 他就需要他的高阶教士处在这种狂热状态 很夸张的狂热状态啊 然后写下一系列这样主人话语 我也希望你们就是说呃要明确意识到呃 这环节里面进行的这些立场姿态的展示和表现不是闹着玩的 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要学这东西 嗯就是你们最好有一个姿态 我我教你们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这个 这个 驾校里面教你们侧方位停车什么东西 你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就是学了这些东西好像到时候就不需要面对类似的情形的 不不不不 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你们很有可能到时候要类面对类似的情形 你们要严加严加审慎的去进行呃思维和和这个这个文本啊 以及历史上的进行加以对比做出正确的抉择 不要轻易的陷入到某个哲学无论是哲学描述的还是一个庸俗的呃政治套路啊 或者将死的政治政治姿态所呃呃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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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寄成的那种历史惰性啊当中去 就是说我教的东西 你不要 不要抛到脑子 脑子外面去 不要抛到脑子外面去 然后萨特这一套形式通吗 形不通 形不通的 但是他在历史当中有对应物 有 对应物有历史的功能 有 打的二战嘛 不二十为主义嘛 制造悲剧了 制造了 错了没有 错了 当时有没有合理性 正当性 有 要不要再来一次 不要 要不要再来一次 神经病 你还要那样杀 还要那样去那样去搞 对吧 就相当于截肢手术 很痛苦 截下来他活下来了 对不对 对 现在医学发展了没有 发展了 那个截肢 或者说这整个药理 病理学 有没有研究清楚 蛮清楚的 需不需要再截肢 不一定 你给他打几成就好了 那个时候要不要截肢 要不截肢 他人死了 懂了吧 明白吗 他说这样的审慎的决策 审慎的决策的 他可能需要的是 一整个世代的 要很多很多年轻人的 要很多很多 到时候中流砥柱 你们现在都是年轻人 到时候成为中流砥柱了 当时你们40多岁 50多岁的时候 轮到你们要做一些决策 进行一些反思的时候 还记得 因为你们到时候 我希望你们可以重新再来看这本书 变成法的历显 重新再看一下 尤其他后面讲萨特的这部分 当你人到中年40岁50岁 你们这些小孩到40岁50岁 我可能到60岁70岁了 那我们都有必要去重温这本书 作为一些个人的 私人的或者家庭的 或者说家族的 或者说影响一个地区 一个街区 或者类似的角色的时候 都避免这样一种无谓的政治激进化 不一定要砍手砍脚的 断头断脑的 不一定的啊 是可以做更好的 更审慎的一个准备的 那你说萨特的那个范式 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他有没有说吞吐的 承接了一个新的这个本体论范式 承接了 是啊 有 国家资本主义啊 这个东亚的总体主义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啊 是啊 他当然有台有社会主义性啊 要不然他社会主义性继续 体现在他的一个东亚集群在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的他的那个张力当中啊 是都体现着的不可否认的怎么否认啊 那还有那么那么多近乎原教旨的这个呃定义意义上的这个无产阶级啊 几亿在这边呢 怎么否认呢 不能否认的 不好否认的 你否认这个枣盆 你不能否认里面的婴儿 是吧 这想到北一辉 那只能说你没有其他什么多东西 我我这边从来没看过北一辉 你如果只是无知的话 你不要说话 甚至就是说你就相当于你相当于一个呃我就不不讲了啊 反正就先讲了